欢迎收看新闻感批,我是马却宜 近日有家长在Facebook开设专页 要求教育局取消俗称TSA的全港性系统评估 原因是学校不断催谷学生去操练试题 学生惨沦为考试机器,没有了TSA的原意 现今的中小学课程是考试主导 学生面对大量的评核和功课成为了考试的奴隶 我这个TSA的考生就是一个例子 TSA的目的是评估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研究的时候 是否可以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 是不会计算或者公布个别学生所得的分数 教协在2014年初的调查就显示 在超过1400名的受访教师当中 有七成半的老师就说 需要就着TSA为学生去补课 其实就是希望学生取得教好的成绩 是与校遇有关 所以学校才会催谷学生 TSA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学校和政府 去了解学生在中英数三科的一般水平 但是考核的内容就令人质疑 本身是哈佛商科学院工商管理碩士的田北辰 他试造坊间小鹿数学TSA的模拟试题的时候 在23条题目里面就答错了12题 不知道如果教会局长试造的时候 结果会是怎样呢? 其实我就赞成TSA的原意 但在考核内容上 都会令人质疑 其实是否在考基本的能力呢? TSA关注组召集人 曾经在中学和大专任教英文科的何美宜就认为 TSA某些的试题是超越了小学生的基本能力 例如小三英文阅读和写作卷 要求学生完成四份阅读材料完成阅读理解问题 再将三格漫画写成故事 然后创作结尾 时限就只有25分钟 学生要在紧闭的时间之下完成测试 其实测试的内容又是否真的适合他们呢? 在世界各地都有近似TSA的系统评估 例如韩国的系统评估就以抽样的形式进行 或者我们可以参考韩国不需要全体都考 同时研究出怎样出题才可以达成考验学生能力的效果 跟着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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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